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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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晨寧14號出席保養品牌活動 從小女孩蜕變成小女人的她 不只看起來非常水嫩光澤 容光煥發 難道是因為愛情的魔力 楊晨寧到底是怎樣 為什麼臉都一直發光 這麼多年來都一直發光啊 到底這個秘訣 還是要再講一下沒辦法 其實我真的覺得要保養 而且我很勤快的保養是 大概維持了三四年 就包含運動 包含就是 讓自己有休息的時間 我覺得這都是保養 被問到如果朋友有膚質上的問題 陳琳也說自己不會藏私的 會逼迫朋友好好保養 我會送他們保養品 然後一直逼他們嗎 我會逼迫 所以李宗盛的皮膚那麼好是你的功能 她皮膚真的還蠻好的 對啊 你有跟她分享什麼秘訣嗎 專科也可以講到她 真的啊 因為她真的就變得很清爽 而且她是製成會的時候 她皮膚也在發光耶 是不是妳有把同一台 我現在臉紅 真的很紅 但是事實就是事實 到底是不是 那個我們還是 就是以專科為主 對啊 謝謝大家 所以她有用專科嗎 我們不要讓客戶為難OK 好嗎 她有用保濕噴霧OK OK 對快用完了 快再送幾罐謝謝 對於終生大事 陳寗表示 自己沒有時間表 一切順其自然就好 好像女生很多東西都會容易受年紀的限制啊 然後最近也蠻多人開始結婚什麼 因為覺得想說要生保保了 妳很會帶嘛 陳寗自己覺得 妳教育出來的喔 沒有她自己學的 我其實真的覺得 年齡都不是問題 就像人家為什麼說活到老學到老嘛 就好像妳要讀書 妳要去上課 不能因為妳是中老年人 妳就不走進校園啊 其實妳真的想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幾歲都是來得及 幾歲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沒有任何事情是受年齡限制的啦 但是有給自己時間表嗎 沒有 真的沒有 就是這件事情其實 我算是還蠻不厭其煩的回答大家啊 但是如果妳們真的還要問的話 我還是可以跟妳們說 就是對於結婚的這個計劃 我從來 從以前妳們就可以調閱資料 我是真的從來沒有說過 喔 我好想要幾歲結婚的那種女孩 對 我覺得這種 都是很順其自然的 而且可能我自己有很多很多的目標 我就會想要趕快先達成 眼前自己想要做的 一些事業上面的 新的挑戰跟工作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她的好消息 就讓我們今後加音吧 哇 新網採訪報導